第117集 大天竺国驸马 上一集咱们正说到 唐僧师徒正行到大天竺国国都 恰好遇到大天竺国公主殿下 抛锈球选驸马 在王宫门前大十字路口高达彩楼 要从彩楼上面抛锈球到下面 看天意选驸马 唐僧跟孙悟空要去拜见大天竺国国王 恰好走到这十字路口 其实呢 孙悟空的心中早有盘算 因此这才怂恿唐僧去踩楼前 一同观看公主抛锈球选驸马 唐僧本来无心去看什么公主选驸马 认为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架不住孙悟空好说歹说 于是也就抱着探听消息和凑热闹的心态 在孙悟空的陪同下来到这彩楼下面 站在人群之中是首达梁棚网上观看 就像这座彩楼高十几丈 一共六层 每一层都张灯结彩是彩旗飞扬 很多公俄彩女上上下下忙碌着 楼底下看热闹的人群 就更是沸沸扬扬喧闹不已 大家都等着看公主能选个什么样的驸马 兴许是不是还能选着自己啊 那可真叫一步登天 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所以大家也都抱着期望跃跃欲试 不过这些天来虽然热闹不已 可是公主在楼上却一直没有动静 既没有露面 更没有抛出绣球 大家都琢磨着 可能是公主啊 在楼上隔窗观看 没有见到心仪的人选 因此才一直没有出手抛绣球 咱们在上集结尾处说到 现在彩楼上这位天竺国公主殿下 果然是个妖精假扮的 他早就算到唐僧师徒这几天 就要路过天竺国国都 他等的就是唐僧 搭着彩楼选驸马 就是他给唐僧设下的一计 目的是要把唐僧困在这天竺国 要借助唐僧之力帮他修炼 好达成太以上仙的成果 此刻在绣楼之上 妖精早看到了人流中的唐僧和孙悟空 他心中安息 于是马上吩咐宫女拿来了绣球 而后说道 去对下面的人传我的旨意 就说本公主现在就要临选驸马了 是公主殿下 宫女出去传话了 不大一会儿就听楼下一阵骚乱 人群交头结尔是议论纷纷 原来是底下的宣旨官大声宣告 即时已到 公主此刻便要抛绣球 选驸马 引得一众人等都激动了 都想等着看着绣球会落到谁的头上 咱们再说这位公主啊 手捧着绣球 款步走到绣楼之外 突然把绣球往下这么一抛 这下看似不经意 但这妖精可是运了神力了 话说这绣球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不偏不正是 奔着唐僧就来了 唐僧呢 跟孙悟空夹在人群之中 就是个看热闹的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他看到公主出了踩楼 又看到公主出手抛出了绣球 再看那绣球朝着人群飞来 开始还没觉着怎么样 可是他越看 越觉得不对劲 怎么 那绣球这不是正朝着自己的脑门飞来吗 等唐僧反应过来的时候 可已经晚了 这绣球已经到了他的头顶了 唐僧下意识地一歪头 想要躲过去 可是慢了一些些 被这绣球把僧帽啪的一声打落在地 露出一个光头来 人群又是一阵骚动 哎呦哥哥兄弟 看见了吗 那绣球打中了个和尚 哎呀是 这下麻烦了 是啊 这和尚如何当驸马爷呀 嗨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 和尚也可以还俗嘛 只要咱们公主喜欢 放下他们怎么说 咱们暂且不提 单说唐僧 这下被砸掉了 僧帽唐僧可是完全蒙了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那公主抛下来的绣球 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直奔自己而来 当时他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 此刻 孙悟空却在心中暗自点头 心说 果然这公主是来者不善 看来老孙所料不差 他还没开口啊 随着骚动的人群向左右两边这么一分 一个大臣带着一队御林军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先看看唐僧 然后一皱眉 之后才开口说话 我说那和尚 我公主抛下的绣球 是打中了你吗 那个 那个 唐僧不知该怎么回答了 旁边有人说话了 可不是吗 郑重这位长老的僧帽 您瞧 把这僧帽这不都打落了吗 那大臣又看了看地上的僧帽 这才说道 那这位长老 您现在就是公主的驸马了 您且随我进宫 面见国王陛下吧 啊 不 不不不 这位长官 贫僧乃一出家之人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万万当不得这驸马爷呀 还请大人高抬贵手 放贫僧走吧 这 这位长老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国王陛下有令 公主绣球打中的有缘人 便是驸马 不然这样吧 您先随我进宫 面见陛下 有什么话 您自己跟陛下去说吧 来啊 带走 随着这句话 一对御林军士上来 架起唐僧就走 唐僧赶紧回头看孙悟空 啊 悟空啊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这 这成何体统啊 孙悟空笑了笑 师父 您且莫着急 就去见那国王 把咱们的事情说一下 如果那国王非要你留下 你便说要召见我们几个徒弟 交代一下 好让我们继续去完成那取经大业 那时候在王宫里 咱们再说 啊 悟空你说什么 你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为师说不来 你偏要为师来 现在闹到这个地步 该 该如何是好 悟空 悟空 唐僧一边说着 一边就被御林军驾进了皇宫 孙悟空看看师父被带走了 不慌不忙地躲着步子 这才回了金庭馆义 放下孙悟空如何回去跟猪八戒杀和尚 交代师父被招了驸马之事 咱们暂且不提 单说唐僧啊 被拥拥促促带到了皇宫大殿之上 唐僧见那皇宫宏伟壮丽 是富丽堂皇 大殿之上文官武将列立两边 正中央一把黄金龙椅上面端坐一人 唐僧举木官桥 见此人五十岁上下年纪 相貌庄重是仪表不凡 此人正是大天竹国的国王 此刻国王手撵着胡须 正仔细端向着唐僧 唐僧与国王四目相对 看到国王皱起了眉头 赶紧低下头 恭恭敬敬 肃立在大殿之上 此刻那国王开口说道 朕听说公主踩楼袍绣球 依然选定了驸马 未曾想竟是一僧人 你可跟寡人陈说一下 你来自哪里 又要往哪里去 因何被公主选中 原来那国王看到公主选了个和尚 心中也十分不快 想要问明来历 然后就把她打发走得了 唐僧其实也有此意啊 听到国王问自己赶紧双手和尸说道 阿弥陀佛陛下荣禀 平僧臣玄藏来自东土大唐国 要往那西天大雷音寺求取三藏真经 历经十数载 今日方得来到陛下这天竺国都 本想进宫面见陛下 求陛下帮平僧捣唤官文 平僧便即刻上路 却没想到正遇到公主踩楼选驸马 平僧一时好奇 想看看这驸马乃是何等人才 于是便也随着人流去到那踩楼之下 万未想到公主抛出的绣球 偶然郑重平僧 平僧一出家之人 本无成亲之意 实在不敢耽误公主殿下终身大事 还望陛下明察 放平僧继续吸去取经才好啊 哦 唐长老 你可知道 朕曾立下誓言 公主踩楼抛绣球选中之人 便是驸马 此乃天作之和 可是 唐长老的情况实在特殊 朕需要回转后宫问下公主的意思 而后再回复长老 退朝 说着他扔下唐僧站起身来回转后宫去了 唐僧望着国王的背影是欲言又止 只得待在原地 心中暗自祈求 公主可千万要放自己回去啊 放下唐僧咱们单说国王 心事重重回到后宫来找公主 此时公主刚刚从彩楼回来 心说自己这一记果然天衣无缝 唐僧这下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了 正在得意不已 忽然宫女来报 国王陛下驾到 他赶紧站起来迎接国王 那国王啊 视着公主为掌上明珠 历来是要什么给什么 说什么是什么 此刻见到公主 国王暖声说道 啊 我儿 朕听闻你踩楼抛锈球 选中了驸马 心中着实高兴 刚在前殿 朕也亲自接见了那驸马 看上去也是一表人才 只是有一件事 不知我儿知不知否啊 父皇请讲 是什么事情 哦 就是 就是那驸马 乃是东土大唐国 往那灵山大雷音寺取经的一个和尚 他路过咱们这里 恰恰被你选中 朕是想问问你的意思 这僧人可否能令我儿你满意啊 如果你不满意 朕现在就打发他走 而后再为我儿另选 何事人选做驸马 我儿意下如何啊 哎 父皇不可 女儿知道先前父皇立下誓愿 女儿抛锈球选中之人 乃天作之人 不可违逆 俗话说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 女儿既然选中了他 就不再做第二个人考虑了 他就是我认定的驸马 国王听到这儿也一拍大腿 好 干脆 我儿 朕听你的 既选中 那就是他了 我现在便吩咐人 则选良辰即日 让我儿跟驸马 完婚 多谢父皇成全 得 这下唐僧可是麻烦大了 话说这国王回到大殿之上 把公主的意思跟唐僧这么一讲 接着说道 公主的意思就是朕的意思 朕这就安排人 开始准备 则良辰即日 为你们举行盛大的婚礼 啊 陛下 使不得呀 贫僧并无此意 贫僧一心求佛 还要吸取取经 万万使不得呀 这国王听了把脸一沉 不要说了 什么使得使不得的 难道 你胆敢违抗朕的命令吗 再要说个不字 惹怒了朕 哼 小心你的脑袋 看朕不把你推出去斩了 啊 这 这 这 唐僧不敢往下说了 呆立在原地 心中焦躁不已 他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想起 临分别时 孙悟空跟他说的那番话 如果国王逼他成亲 就说要见自己的徒弟 好安排他们继续西去取经 想到这儿 唐僧赶紧再拜说道 啊 陛下 既如此 贫僧还有一事禀告 国王一听唐僧没有再说什么使不得 想来是他答应了 心中也颇为高兴 于是也和缓了语气说道 哦 还有何事 可跟朕讲来 陛下 是这样 贫僧尚有三个徒弟 陷在京庭管义之中 如今贫僧被公主招了驸马 呃 贫僧想请陛下恩准 让贫僧见一见三个徒弟 跟他们交代一番 好让他们代替贫僧继续去取经 万望陛下应允 这国王一听 心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啊 只要你肯留下万事好商量 于是开口说道 嗯 好吧 既如此 长老就先在此等待 朕这就派人前去请三位高徒进宫来回话 啊 多谢陛下成全 唐僧行说 等悟空他们来了 说什么也不能放他们走 定要他们救自己出去不可 唐僧这边着急不已 这金庭管义也没好到哪去 话说孙悟空回来把经过这么一说 猪八戒急得直跺脚 我说猴哥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师父他老人家那新星 他能答应当驸马吗 哎呀 刚才真应该让俺老猪去 俺这一表人才 公主他肯定喜欢 选老猪当驸马多好事是不是 在这儿有吃有喝有快活 多好啊 孙悟空未曾开口 杀和尚都听不下去了 得了吧二师兄 你真没羞没臊 你长那个样子还一表人才啊 那公主选了你还不得吓死啊 恐怕愁的饭都吃不下了 你说什么傻师弟 你别瞧不起俺老猪 想当你俺在天庭 得了吧二师兄 你的光辉的过去 我耳朵都听得出茧子了 我求求你别说了行不行啊 孙悟空也忍不住笑道 我说好了你们两个 师父如今在皇宫之中 一定如热锅上的蚂蚁 坐立不安 俺老孙想 过不了一会儿 那国王就会派人来请咱们三个 一会儿到了皇宫 咱们按计策行事 你们俩扶尔过来 一会儿咱们这样这样 再这样 听明白了吗 行 后哥 明白了 放心吧大师兄 明白了 果然等了没多一会儿 那一城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三位长老 别聊了 御林军来了 说是陛下要在皇宫 召见三位长老 还请三位长老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随他们去见陛下吧 好说好说 我们这就出发 说着 孙悟空跟猪八戒 沙盒上使了个眼色 三个人简单收拾了一下 便出门 跟着御林军赶奔皇宫而来 话说这大殿之上 唐僧硬着头皮 跟着国王又聊了一会儿 说了说这一路的取经经历 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三位徒弟的神勇和能耐 听得这国王也是云里雾里 很想看看唐僧口中这三个厉害的徒弟 话说二人正聊着 早有人来报 说唐长老三位高徒已然来到皇宫之外 国王一听赶紧说道 快 快请进来 让朕看看三位神僧 过了没一会儿 孙悟空三人也来到了大殿之上 这国王怎么一看真是心惊肉跳 两边的群臣也是吓得纷纷后退 不敢靠近 原来三个人之前早商量好了 在进宫门的那一刻特意把那些能遮住自己面容的那点形 全都退去了 露出了妖神真容 那这国王哪说得了话 颤颤巍巍巍地说道 我说朕的父母你这几位徒弟可真是容貌非凡 果然是神僧啊 那个 唐僧一看赶紧上前两步说道 陛下 我这徒弟长相是吓人了些 但是每一个都是一身本领 这一路上要不是他们 贫僧是万万也走不到这儿的 说完 唐僧小声对身旁的孙悟空说道 悟空 你可害死为师了 那国王果然要招我当驸马 我只得按照你说的 让国王叫你们来 说是要交代你们继续取经 你倒是赶紧想办法帮为师脱身啊 悟空 悟空 你倒是说话呀 孙悟空呢微微一笑轻轻地说道 师父 一切包在俺老孙身上 一会儿管将那妖怪现了原刑 这时候呢 国王说话了 我说三位长老 你们的师父唐长老 现已是朕的公主的驸马 接下来求取真经的事情 就有劳三位长老了 朕这就给你们捣唤官文 你们就可以马上启程 继续吸去灵山大雷音寺 求取真经了 三位长老以为如何呀 那国王看他们这副模样 巴不得让他们赶紧走 孙悟空看了一眼 猪八戒和沙和尚 二人心领神会 突然张开大嘴 哇 哇 哭了起来 师父 师父 咱们师徒一路朝夕相处 风餐露宿 消行夜住 花这么多年 就这么分别了吗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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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他俩那大早门 这一哭 朕的整个大殿嗡嗡直响 弄得这国王一时也不知所措了 这 这 这 孙悟空看看差不多了 这才上前一步开口说道 陛下 我师徒之间情深义重 如今就此分别 心中万分难舍 因此临行前还请陛下 答应一件事 我们方可安心上路 啊 圣嫂 可是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说 朕能做到的 一定尽力满足 话说 孙悟空这才要出手大闹皇宫 逼假公主 献原刑 我尽力满足 你尽力满足